美方现在有人渲染所谓国际权力转移的问题 担心中国要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这完全是对中国的战略误判 也是对美国自身缺乏自信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 我们的人类发展指数的指标 以及科技教育水平与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 而且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内敛 谦和 倡导 后往拨来 从来就没有称王称霸的基因 我们也无意在国际舞台上玩什么权力的游戏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